在国外流浪一年多的马云 马云同志居然回来了 又被这个中共给召回来了 习近平一尊的这个指使下 在李强的这个右偏下 马总居然从这个日本新加坡 移动在国外绕了一圈之后 回到了中国 那么大家呢对马总未来还能不能出去 表示纷纷表示担心 为马总的这个人身安全 表示了极大的这个关注 希望马云还能够自由的进出中国的这个边境 能够想到哪儿 到哪儿 而不是说被迫的就留在国内了 为什么要把马云给叫回来呢 马云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把马云叫回来 大家非常的清楚 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一团糟 彻底崩盘了 广大的这个外资纷纷的这个 从这个大陆撤退 外资台资 纷纷的这个撤退 广东影响最大 然后苏州这边影响也非常大 然后从这个长山脚 珠山脚传导到这个 内陆地区啊 那整个经中国经济啊 一下子就崩盘了 因为中国是三架马车嘛 对吧 外贸 楼市 消费 你外贸不行了 三分之一不行了 这这个瞬间就没人买房了 你瞬间没人买房 这个楼市又崩 三架马车两架崩了 然后大家都赚不到钱了 还谈什么消费啊 于是三架马车一起崩了 据说呢 这个现在失业的人太多 大家都挤到这个美团去跑外卖了 结果害得美团都停止注册了 然后之前跑外卖的这个外卖员啊 这个收入大胆的降低了 原来最高可能有一万出头的啊 现在都纷纷都降到了只有四五千了 哎呀 外卖都这么内卷啊 因为外卖是唯一没有一个 没有任何这个门槛的啊 唯一的门槛可能就是你买辆电动车是吧 再买个头盔是吧 那么这个外卖都不行了啊 那这个中国怎么办呢 哎呀 这个时候习近平才知道 哎呦 经济不行了 要把民营企业家弄回来 于是向海南就出台了 说民营企业家即使犯了罪啊 能不补的就不补 能释放的就释放啊 还要找这个律师团啊 帮助民营企业家啊 开导开导啊 怎么样 算是犯了点罪 可以不补的 中国的法律就是个笑话 是吧 当然了 之前就提出司法不独立啊 现在是能不补的就不补 即使你犯罪了 无所谓 你是个民营企业家 为了种整个中国经济的这个腾飞啊 我放你一码啊 将来等我经济好了 我再抓你啊 哪个民营企业家这么傻啊 中国经济真的是崩盘了啊 那么这个整个中国经济崩盘 那么当然 跟疫情稍微有点关系啊 但是人家美国经过了三年的疫情 现在经济好的不行 大家都拼命的消费啊 哪都是人 哎呀 我在这个美国就看到这个美国同胞啊 各种消费啊 疯狂的消费啊 经济好的不行了 人家天天加息啊 希望遏制这样的这个经济过热啊 而中国经济是过冷 那么所以说这个事呢 其实不关疫情的事啊 跟疫情其实没关系的 主要呢 是习近平主席啊 这个 一尊 这个中国的皇帝啊 误判了形势 但对于习近平误判形势呢 也是有原因的啊 这个呢 要从川普时期谈起 川普这个人呢 意识形态不是很严重啊 一味的就是谈经济 然后呢 采取一种保守的这种 经济态度啊 就是说要美国优先 把采取的是一种孤立主义啊 把美国孤立出来 然后跟中国打贸易战 跟中国打贸易战的这一两年呢 最后的结果是 川普大火全输啊 虽然给中国加征了很多关税啊什么的 但是最后 中国没有给他补偿一毛钱啊 那么在跟川普的斗争当中啊 习近平觉得自己赢了 是吧 可以更加肆无忌惮 更加嚣张的这个挑战啊 这个世界金世界新秩序啊 对东升西降的判断 出现了 当时不能说是错误啊 当时根据跟川普一意啊 习近平觉得自己 美国也不过如此了 哎呀 那是因为川普不行 川普的 由于川普的意识形态不够这个强烈啊 导致了这个川普在经济方面的这个跟中国战斗当中的失败 因为如果纯动用美国的力量啊 在一些这个轻工业产品的这个战斗当中啊 美国是占不到便宜的 美国不如中国强大啊 你看看美国的轻工业品你就知道了 美国的轻工业品多贵啊 再看看中国多便宜啊 是吧 所以说呢 你如果谈基础经济 美国如果跟中国单打独斗 美国干不过中国啊 我们说的不是这个高科技啊 高科技和军事方面的啊 这这几个 这几个中国当然没有能力和美国啊 斗了 但是我们纯谈轻工业 那么中国确实是 number one 世界第一啊 但是呢 现在拜登上来了 拜登是非常注重意识形态的啊 那拜登呢 跟中国战斗的时候 实际上是 以意识形态为先导 为主流啊 动员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啊 这是第一波动员欧洲国家 把欧洲国家全部团结之后 再动员这个东南亚呀 是吧 中东地区呀 甚至南美地区呀 甚至有可能将来包括非洲地区呀 整个世界 大家都团结起来 把中国孤立出来 那么中国当然就不行了 是吧 中国不再是跟美国进行单打独斗了 中国是跟世界为敌了 那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就崩溃了啊 崩盘了 所以呢 习近平对于这个东升西降和中美的这个经济对抗 产生了误判 或者说他对于这个意识形态 对于民主自由的这个判断出现了失误啊 于是导致这个中国的经济像雪崩一样的 这就崩溃了 哎呀 所以说没办法 只能动员马云回来啊 表示我们不搞民营经济 我们还是要搞经济的 是吧 但是马云回来有鸟用吗 没有任何用了呀 因为这个中国啊 三驾马车啊 这个龙头啊 这个三驾马车里这个龙头啊 其实还是外貌 是吧 你外貌不行 大家在这个生产线都转移了 你外貌不行了 楼市和消费势必不行的 对吧 那两驾马车其实是依托于这个外貌的 中国当年起来就是靠外貌嘛 是吧 所以说你把马云请回来 又有什么用 而且马云还敢大张旗鼓的干吗 马云只能是作为一个形象代言人 来稳稳一稳均心 但实际上没有 当然至于马云为什么要回来 这个马云心里肯定也是很复杂啊 是吧 因为毕竟自己的这个背景啊 整个产业啊 都还在国内 一个中国人在国外他这个还是很难形成主流的 因为他的这个语言和文化毕竟跟其他国家是格格不入的啊 那么马云可能也是思考了良久啊 先回来一波吧啊 在这段时间回来应该还是安全的 但是还是要及时的那个撤退啊 像马云这样的这个同志啊 如果习近平不下台 马云永远是危险的啊 只有当习近平主席下台的那一刻 马云才能彻底安全的回国 是吧 我相信马云马云马总的这个智慧 还是能够安全的撤离的 我相信 burned主席说 网顶